今年的第一节课是由我来给大家讲的 我是GoldMarkets的分析师Coco 也是可能很多我们现在在盯的客户朋友们的客户经理 那可能相信在去年包括前年一些线下活动 包括去年很多次的线上的网课直播当中也都见过大家 那今天GoldMarkets在2021年的第一节网课 是由我来给大家来讲这个内容 那在今年我们也是根据现在的疫情的情况 做了比较多的一些线上的输出内容的一些更改 之后我们每周二和每周四的网课 时间会由原来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削减到30到40分钟左右 因为也考虑到很多的客户反应 包括听众朋友反应 觉得我们现在时间可能稍微冗长了一点 所以我们会尽量把我们所有的信息精简化 那同时我们也增加了我们现在每一天 是每一个交易日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开盘时间的新闻播报 和关盘 澳洲四点多左右的一个关盘时间的一个新闻播报 那相关的视频呢和信息啊 我们之后呢也会上传到我们所有的渠道 包括摸信的朋友圈和YouTube等等 这些呢也相信啊可以给大家在交易过程中呢 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更新 那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像是每天早上发生了什么 或者说隔夜发生了什么 目前开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到当天四点多收盘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一个当天的一个市场的总结来给到大家 那我们呢也可以啊 客户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这边的朋友圈 包括YouTube的整一个视频号 来及时的跟踪每一天的市场资讯 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可能单单啊 远比每周二和每周四 或者说每周二三四的一个网课和直播来的时效性会更强一些 那大家也能够及时的掌握到每一天 甚至说啊每半天啊市场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讯 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GoMarket在2021年啊 针对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 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客户朋友们给了一个反馈 做了一些相关的线上直播和网课的一个调整 那也欢迎大家啊 如果在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意见以及建议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这边联系到 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网课是八点钟开始 到八点半左右呢会来讲我们准备的一个内容 那最后呢我们会留时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 来给到大家作为一个提问的一个环境 那如果啊这个当天时间有限的话 我们这边呢也会尽量安排大家各自的客户经理 在第二天来跟大家联系来回答您留下的这个所有的一个问题 好吧 那时间有限我就尽快开始了 那我们GoMarket呢就很简单 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是98年成立的一个老外的一个公司 目前呢总部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今年呢也有我们的分布是澳洲理事商最悠久的 最悠久的拥有交易资格的一家经济商之一 那我们目前的产品呢有澳股美股外汇 全球指数黄金石油数字货币等等 但是最近重新反上冲下新高的这个比特币啊 我们这边呢也是可以交易的 那预计在今年的一月份呢 一期一季度呢我们也会上线澳洲的Physical Share 和这个港股的CFD的股票 那我们现在呢墨尔本这边的地址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仍然是在600号的Blackstreet的墨尔本 那之后呢我们会搬去Colin Street 大概也是在2月份左右 那目前呢我们悉尼办公室啊 已经搬到了一个新的办公室 因为人员已经做了一个调整和升级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拜访我们新的 这个是旧的悉尼办公室的一个地址 那到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问一下我们小助手 如果是在悉尼的客户的话 想要去悉尼做一些线下的一个交流和沟通的话 可以问我们小助手去要到一个新的一个悉尼办公室的一个地址 那我们后续呢如果墨尔本搬家之后 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去做一个更新 那今天的这个风险提示啊就非常简单 所有包括我讲的信息呢都是一般性的信息 并不涉及到关于您自己的金融产品的建议 具体的投资内容啊需要考虑到您自身的个人财政目标啊 包括财务状况或者需求 所以说啊您需要自己做您自己的research 那这个呢是我们澳洲GoMarket的AFSL 也就是说金融服务商的这个牌照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所有的资金呢都是实行这个安全隔离的 我们所有资金啊都是按照严格按照ethic 也就是证监会的一个要求放在指定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一个账户里面 所有资金呢跟我们公司的运营资本呢是完全隔离开来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心 OK在新年的一开始啊 那个最近呢相信大家也是通过不同的渠道 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标题啊2020呢实属于2021啊扭转天坤 那在2021年呢啊是短短的两个交易日 昨天和今天啊那相信呢很多人也有看到这个质币呢 是创下了新高突破了3万美金一枚 那像黄金的话也是重返了1900美金的大关 现在价格是差不多在1940美金左右 那同时啊这个疫情啊我们也相信也是今年包括大家最关心的一方面 疫情呢也重新啊有了二次抬头 包括应该在很多国家可能是算是三次甚至四次抬头的一个迹象 但是日本包括欧洲美国澳洲像澳洲这两天的话 摩尔本和悉尼这边的话也有一个小数的一个反弹 那好消息啊当然就是在12月31号也就是2020年12月31号的时候呢 这个辉瑞的疫苗呢已经正式通过WHO的一个批准 那很多国家也开始开打疫苗 包括中国的国药集团也是开始逐步开始在国内呢开始这个第一批疫苗的一个注射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呢我相信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不管你是同时什么样的一个行业 大部分的一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会讲五块内容 那这五块内容呢是我看了大量的一个投行 包括基金公司的一个对于2021年的一个展望之后 归结出来的五个点 那像是BlackRock 也就是贝莱德吧 贝莱德是一家全球非常有名属一属二的一个基金公司 AFR KPMG就是我们说的币马威和Mercory Bank 麦考利的银行这些所有的投行包括基金公司 他们少则是几页多则几十页的一个对于2021年经济的一个展望 那我看大概看过之后归纳总结出来的五个点 那今天会是主要的一个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我要讲的话题啊 就是关于疫苗的广泛普及的时间表 是经济加速重启的关键 那这个呢我相信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现在啊 包括普罗大众一致认为的一个信息 就是疫情逐步控制之后 经济呢也将加速重启 第三点呢是全球的低利率的环境啊 也将继续延续 第四点呢因为现在拜登基本上当选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所以说呢中美关系呢也将适当缓和 但是对于中澳关系来说 可能还会有相对的一个谜团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可能会讲到关于此次疫情啊 因为现在疫苗已经开打了嘛 那也会讲到关于说即使啊疫苗注射之后 或者说在疫苗注射的过程当中 这一场新冠疫情留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后遗症 那这一块呢是我今天会大概会讲的五个内容 那疫苗的情况我就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包括可能很多啊我们的亲生朋友手里 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持有 像是医药股 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啊 还是澳洲的这个医药行业 或者我们说的疫苗行业的一个股票 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那目前呢全世界来说啊已经有三家级的疫苗已经上市 像是美国的Moderna 美国和德国研究的这个辉瑞疫苗 以及中国的国药集团三家疫苗呢已经上市了 那后期呢有很多其他的延三期品种也是在家庭部署 那目前全球啊疫苗可以分为五种 那这边呢我就不再多做介绍 因为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写一个图大家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代表公司啊有哪一些有哪一些对吧 那目前来说呢作为疫苗行业 新冠疫苗行业的中游呢 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 因为像是上游的话可能我们了解的不是特别多 它包含了什么毒株啊细胞培养啊这些 那中游企业的话可能是我们大家平时在资本市场里面 或者说股市里面了解比较多的 那像是荤润和Moderna 我这边用黄线的黄字标注出来的 是我们公司呢目前包括之前也一直有 在跟大家去推荐的两只疫苗代表的一个股票 那另外呢我自己个人啊也持有了沃森生物 这边也有标志出来是国内的一个创 科创版的一个股票 那如果大家对如果说哎大家有私下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 那这边呢简单跟大家来更新一下 目前的一个疫苗的情况 因为国药的话我相信可能很多 如果咱们朋友的亲戚啊或者朋友在国内的 比较嗯就是啊怎么说呢 国有集团的一些管理层啊或者怎么样 这种的话可能已经接受到消息 特别单位呢已经开始打了 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疫苗啊我们也知道 大家呢呃对于这个疫苗接种的态度啊应该说是 比较不一样很多人呢是不太愿意 包括其实我自己啊我也不太愿意这个第一批啊 去这个接种疫苗但是呢呃目前市场对于2021年的一个判断来说啊 发达国家的接种率呢有可能会高达75% 但是呢也不能忽略啊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英国那边的疫苗啊这个病毒啊已经出现了变异等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呢呃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可能会呃对于呃整体的未来2021年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来说 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啊现在这个疫苗来说啊对于运输条件啊呃呃相对来说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这个方面我记得之前Jacky是有专门做过一期广播节目就是关于因为现在我们用疫苗要运输的话 它起码要达到冷链零下60度而且这个60度是长期因为不是像我们家里家用的那种冰箱一样 所以说这个的话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运输过程当中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条件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说这一个所有的这个疫苗接种的信息包括能够呃接种到呃接种率达到多少都是我们未来可能资本市场或者说股市啊 全球股市影响会比较多的一个信息涵盖的方面但是呢尽管啊现在疫苗可能会有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可能有变呃呃变异的然后包括可能运输包括发达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分配不均匀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呃有市场的波动但是我们一致认为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现在的疫情啊是逐步得到控制 也就是说未来经济呢是加速是重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回顾去年三四月份左右 刚刚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对于市场或者说未来前景的态度 经济的状况态度是完全不一致的很多那个时候我记得三四月份的时候 大家对于经济是呃比较嗯就怎么说呢是看跌的可能甚至很多人啊可能是持有比较悲观的态度 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三四月份一轮大跌之后 现在基本上啊全球的股市都是迎来了一轮啊这个触底反弹 那虽然这场疫情啊我们可以说是战线的拉的比我们过去啊差不多五六月份的时候 预期的要长得多因为根据之前的呃这个经验来说可能我们那个时候认为啊可能撑不过这个夏天 这个病毒撑不过这个夏天结果呢又一个冬天来临了 那疫情呢还是没有得到完整的控制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政府的支持 各国政府央行支持的这个财政政策的手段呢也是在不断的加强 所以呢这一张图啊是呃贝德来就是BlackRock这边呢提取出来的关于啊啊目前来说啊普遍预测范围的关于这一场疫情啊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对于经济损失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这根线呢是全球啊金融危机之后啊累计的损失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是几乎是一根直线往下的 但是呢啊我们可以看到粉色的区域和红色的区域啊是目前呢预测经济损失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啊这一场疫情啊其实呢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来说是远比当年金融危机来的要小得多的 那也是呢我记得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那个时候啊大力的啊也就是说先啊跟客户去讲关于如何再去抄底 因为我们是认为疫情跟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的冲击啊远远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认为呢同时这个啊传统的经济周期呢在这个情况下就不太适用于新冠疫情冲击了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比如说啊可能经济是八年或者说十年一个周期十年一个周期之后 它可能会有来迎来一个新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一次新冠疫情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基本上是不符合这样子的传统的八年或者说十年的一个经济周期 那疫情呢基本上可能是跟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水或者说地震的冲击是相类似的 经济呢会在之后啊迅速的冲击而不会形成显著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经济的损害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是有别于08年的经济危机因为我记得08年之后啊也是引发去杠杆的趋势 那导致了经济下滑出现了一个失落的一个十年 那这样子的看法呢也可以也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在未来2021年到2025年 这四年到五年左右的一个投资计划 这个呢是我们普遍认为的疫情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在根据基金公司的BlackRock这边 他们提取出来的一个报告提取出来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信息点 那另外呢一个大家会普遍了解到的也是关于低利率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澳洲呢至少在未来三年的事都将是持续低息环境 那美国呢也是会继续大放水那相信这块内容我就不用多说了 基本上我们每一次或者说经常我们这边的分析师都会去讲到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那在未来呢各行各业都会出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张图呢是也是BlackRock这边根据不同行业可以看出来啊 所有全球所有国家的世界指数行业股票读本回报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黄色的部分是十年的均值 红色的部分呢是截止到2020年11月份各个行业的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必需品行业信息科技健康护理公共事业等呢都是在去年截止11月份的时候是远超之前的十年均值的 但是呢像是通信服务然后包括非必需品消费工业然后包括原材料能源等等 尤其是农业啊是远远低于之前的十年均值的一个表现的 那我个人呢也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情况啊 把所有行业我觉得呢在疫情之后所有行业呢基本上可以归类为这三种行业 那包括大家也可以在之后的投资过程当中或者说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要去决定的我做的这个投资是或者说行业是属于哪一个行业 第一个行业呢我把它归结为啊是陷入困境且可能一蹶不振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遭受冲击呢我们说应该是目前来说是比较重的 但是呢实力这个真正的增长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 因为像是航空公司我相信可能会是属于第一类 因为这一类航空公司或者说旅游公司的话啊 它的商务旅客的贡献率呢在以往来说都是占比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目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啊差旅商务差旅的复苏呢 都是比我们正常的个人旅游啊或者说家庭旅游复苏要来的要慢的多的 这个呢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现在客户发现 哎我可以在网上啊举办一些活动网上来通过网络来开会 所以说能够更节约成本 所以这个部分啊可能商务旅游差旅方面呢 对于航空公司以及旅游公司的影响啊 会进一步遭受 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打击 并且呢有可能会预节不振 那这个航空或者说旅游行业 我相信可能会是属于第一类行业 那第二个行业呢 我是把它规矩于啊是遭受冲击 但是有可能会重新回到正轨的 那在这个行业主要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在初期啊也就是在疫情的初期 或者说疫情的初期以及中期呢 是遭受到比较严重的一个抛售 那可能价格啊包括股价呢 也是会有受到比较大的一个下跌 但是呢可能在疫情的恢复期间 包括在接受各国央行啊 包括政府的扶持当中呢 可能影响比较大 同时呢也会复苏的比较快 那这样子呢 它的这些行业回升的幅度 也可能会超过市场预期 那第三个呢 这个行业啊我是把它归结于是 实力强劲啊 我这边打错了 实力强劲且呢能进一步增长的 那这个行业呢 我觉得扁形的代表啊 就是科技行业 那在这一类行业里呢 我们相信啊 可能这类行业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 那同时呢可以加速发 可以借助加速发展的一个趋势呢 在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呢 在利润率啊 在那个利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呢 是获得比较难得的一个增长机会 那我相信像是科技行业的话 我们这边呢也不用多说 也是在2020年啊 这个整体的回报率最高的一个行业 OK 那接下来呢要讲的是关于中美关系啊 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情况 因为像是这两天的话 应该是到了美国比较大选 结果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了 那现在呢美国的后任总统 应该是还是还算是后任总统 拜登呢在上台之后啊 他会要面临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第一呢是在美国国内疫情是持续的肆虐 那第二呢就是经济的低迷 以及啊目前美国国内分化比较严重的一个局势 那嗯现在对于拜登来说 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啊 可能像刚刚提到这三个问题 是应该他上任之后比较头疼的问题 但是呢在他上任之前啊 最头疼的问题应该就是 呃参议院的一个控制权的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晚上1月5号吧 对今天是今天月5号 1月5号的话在喬治亚州呢 第二轮的投票中啊 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呢 必须要赢得两级才能够得到参议院的 参议院的呃控制权 因为现在参议院呃呃呃呃 现在民主党和呃这个呃 特朗普所在的这个共和党来说 他们的比分是50比48 也就是民主党还落后了两票 但他对于他来说必须要至少拿到两票 才能够呃控制这个参议院的权利 如果啊我们说这个参议院呃呃这个共和党 失去了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话 那美国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分离政府 那呃呃最大的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就是说可能对于拜登总统 推出推出来的任何的政策都可能会面临比如说两党的意见的不统一 需要呃这个磨皮呃各种扯皮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未来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局面来发生的话 像是一些重大的一些立法 比如说大规模的财经的财政刺激措施和公共投资的话 都会有面临到一定的阻力 但是呢呃我相信对于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来说啊 可能在中国跟科技领域的抗衡来说 有可能啊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呢在研发和支出方面 有可能呢会做出一定的妥协 当然呢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我总结出来 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美国贸易以及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呢也会增强 因为在去年包括18年前年的时候啊 黑天罗事件频发的时候 很多呢我们分析师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呃这个分析猛如虎啊 但是呢呃涨跌全靠特朗普 也就是说啊对于特朗普这个人呢 他的可预测性太弱了 根本没有任何的可预测性 但是呢在拜登如果上台之后 我们相信这种可预测性呢有可能会增强 也就是说拜登他是一个老牌的政治家 那他任何的出牌啊相对来说是有利可行的 所以这个方面呢对于啊这个金融市场来说啊 也会有出现啊这个相当于说也会有出现 相对于稳定的一些的因素 那同时呢如果贸易局势得以舒缓的话 那呃像是也会利好一些新兴市场 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目前已经增加的一些关税来说 很小的概率会被呃这个消除或者说直接砍掉 但是呢未来可能相对于来说可能紧张的贸易关关系来说 会趋于缓和 那这个呢是呃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关于中澳啊在181819年的时候 尤其是20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呃街铃红酒旅游包括牛肉呃 呃然后包括后来的煤炭大麦等等等等 都是关于中澳摩擦引发出来的这个呃 反行销调查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中美关系得到缓和的话 我个人觉得对于中澳关系来说 可能接下来相对来说会缓和一些 那呃中澳关系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 呃关于可能是 中国的当然政治的方面呢 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预测 那我上一期呢也是关于做了专门一期 关于这个澳洲铁矿石的一个情况 以及澳元未来走势的一个呃预测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呃也可以去翻回去看一下 在12月17号的时候 我当时做了一轮关于未来铁矿石 就中澳未来的关系会不会引发到铁矿石的纷争 以及未来澳币的一个走势的情况 那这个呢是我呃关于中澳关系 以及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表达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嘛 所以说我们就尽可能的呃每一块内容呢 就是简单的带过一下 那另外一块内容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几大基金公司 包括呃 几大基金公司 包括投行这几十页的报告当中 也有给大家呃留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关于疫情留给我们的后遗症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新城市化 这个呢也是麦考瑞银行啊 最主要提出来的 因为我们相信啊在这大半年 尤其是在墨尔本啊长期在家工作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基本上呃后疫情的时代啊 很多的呃呃工作人员都是开始习惯于在家办公 可以到在大都会计去在家办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澳大利亚呢 它长期以来啊 它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驱动因素呢 主要是来自于 像是留学生 包括移民和旅游等等 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边境关闭 那很多呃这个工作呃 在歇体工作的人员啊 逐渐呢也是呃向更灵活的工作机制转化 包括通勤模式 也是逐渐打破了这个趋势 也就是说大家上班不一定非要来办公室 对吧 那很多人呢也可以在家办公 那这个呢为区域性的呃区域性的地区呢 也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啊更多的suburb之后啊 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升级 那这个对于政府来说啊 可能会有新的一个 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复苏的一个刺激因素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升级这些suburb 包括交通啊 道路啊 呃购物中心啊 呃 包括可能更多的休闲娱乐设施啊等等 但是这些新的基础设施的项目的话 会被澳洲 尤其是像是澳洲政府 我相信经过这个人的话 也会被澳洲政府呢拿来作为经济复苏的一个刺激因素 那重心呢也会转下于像是 可能像现在的呃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 包括更加灵活的一些项目的一个选择 呃上面去 那这个呢是澳洲之后的 那呃政府基础设施的支出呢 也是将给刺激经济呢呃的一个措施啊 带来进一步的一个变化 那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也从去年开始啊 也是一直跟我们的客户强调说 也可以去呃看一些关于基础设施的一个项目 包括建材行业的一些股票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呢呃也是关于麦考瑞银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分享 和一个重要主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参考 那另外一块内容呢是我归结我呀 这个疫情留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后遗症呢 就是结构性的转变会的加速 那最明显的一个代表呢就是我们的线上购物 也就是说我们网购的一个习惯 那黄线的部分呢是呃BlackRock 它这边统计出来的关于美国的线上购物 占美国核心零售销售比重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看到百货商店从1995年开始呢是直线下滑 但是呢在电子购物以及由购定单方面 分配不均的情况有可能会加速 结构性扭转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改变 那嗯同时呢这个也是啊会使电子商务 等等这些典型的线上购物的平台 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在去年可以说是赚的盆满 博满 但是像是可能做实体销售行业 比如说我们以啊David Jones或者说Mayer这一类的啊 包括VCX这一种以购物中心为主的这种商场 或者说股票行业的话 那在去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连连受打击 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疫情留给我们的后遗症呢 我相信也是会在进一步我们后期呢 加速体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那下面这一个部分呢 呃是我想要跟大家去这个分享的 因为今年今天是2021年第一节 这个我们GoMarket给大家带来的网课嘛 那我就想回顾一下我们在2020年 我自己个人呢在YouTube频道上给大家做的一个内容啊 那在2019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 也是前年的年底的时候啊 我是连续三周左右给大家呢做过几期的一个回顾 包括是2020年的一个新的一个展望 当时做的呢是关于2019年啊 总结了几只值得关注或者说值得考虑的澳洲的超跌股 超跌股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啊当时可能啊当时可能达到像是我这边打出来的LINUS LYC啊 当时那天的呃之前19年的时候的价格呢是在3块2 那在19年年年尾的时候呢反而是在2块钱左右 那我当时呢也是选取了几只这样子的股票啊 我个人认为值得我们投资者在2020年呃去关注的这几只股票 那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去做一下回顾 那因为我前两天啊也是给大家去做了一个总结 关于呢是2020年呃澳洲大盘股的超跌股的一个清单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面 对那我之前我这两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2020年的回顾 就是回顾了ASX200大盘股 这么我看差不多有几十只吧 超跌股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那呃在开始在说这个之前呢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在19年的时 19年底到2020年初的时候 当时给大家呢做过3期这个同样主题的澳洲超跌股的一个分享 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分享 那像LINUS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录视视频录制的时候呢 是在2块4左右的一个价格 那今天收盘呢是创了新高到了4块3左右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呢也算是我个人比较成功的一个推荐 那AMP也是在我可以看一下 AMP也是在12月的时候来进行推荐 那当然呢AMP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失败的一个推荐了 因为当时推荐的价格呢是差不多在1块8左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AMP经历了一年左右 它的价格回落到了1块5左右 那这个呢也是我个人在这三期节目当中做的最失败的一次推荐 那应该也是唯一一个当时推荐的价格比现价要高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说其他的5支啊都是经历了或者说目前正在不同的上涨阶段的一个股票 那在2019年的12月18号 也就是前年的年底的时候啊 我当时第二期节目呢是推荐了CGC和FBM CGC呢可能如果是关注我们公司的一些老客户的话都知道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推荐客户去关注的一个粮食农业股 那当时推荐的理由呢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股票从7块多的价格一路掉掉掉掉到2块钱的价格 那我个人呢其实还是比较看好这支股票的 所以我在2019年的时候整理出了这支CGC的股票 推荐我们客户啊可以在2020年去关注这支股票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价格呢也是还是比较争气的 当时记不记得是在2块 是在2块7左右吧 2块4左右 当时12月底的时候是在2块4左右 那现在的价格呢是在4块2左右 那也就是说几乎是涨了能有80%左右吧 这一年 所以我个人觉得也算是比较成功的一次推荐了 应该是在我6支值得关注的股票清单里面 排名第二的一支股票了 CGC 那另外一支呢当时也是推荐的SBM SBM我可以看到当时推荐的原因也很简单 在19年初的时候它的股价是超过5块钱的 到了19年底呢价格是不到2块5 也就是蓝腰斩断了 那我在19年的时候年底呢也是整理出来 推荐大家去在新的一年去关注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SBM尽管它现在价格是在2块5左右 没有太大的 较当时的推荐价格没有太多的一个涨幅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年内最高呢 是涨到了将近3块9 4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也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推荐 那因为现在黄金的价格回落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SBM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 那另外呢在第三期的时候啊 这个超跌股的点评当中呢 我是又做了一期关于美股的一个推荐 当时推荐的是麦当劳 因为我们知道麦当劳在当时呢 这个CEO啊也是经历了一些丑闻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呢也是跌的比较厉害 当时推荐价格是差不多在200块钱左右 那目前呢麦当劳啊这个价格呢 年内最高的时候涨到230左右 现在200亿所以说总的来说还算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吧 至少呢价格是比那个时候高了 那最后一只股票呢 那我个人会觉得也是算是不错的一个推荐 可能很多我们这边不怎么玩游戏的这个投资者啊 不是特别了解 这个当时推荐的这个超跌股呢 叫做ATVI股票代码是美国的一只股票 ATVI中文名字叫动势暴雪 是一家呢做游戏的公司 那我们可以看到推荐这支 推荐这支公司的原因呢 在19年里啊 在20 这一期节目是在2020年的1月3号了 推荐这期的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 在18年底的时候动势暴雪啊 当时最高的时候股价是到了85块钱 但是呢因为一系列的推出的这个游戏啊 并没有像G7那样受到市场的欢迎的情况下 包括呢也是这个网上的电脑的 传统的电脑游戏啊受到手游游戏市场的冲击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月的时间啊 这个股价呢是连连下跌 那我到推荐当时推荐的时候 价格呢是差不多在58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当时动势暴雪啊 是从85块钱跌到了58块钱 那截止目前为止呢 呃现在的价格呢 差不多回到了90块钱左右了 也就是说是已经创下了近几年的一个新高了 所以呢呃包括涨幅的话 可能差不多也有个百分之四五十的一个涨幅吧 所以总体来说去年推荐的这整理出来的这 呃六支超跌股啊 至少有五支是如果大家有买的话 是让大家在去年是有所收益的 那我对这个成绩呢 我个人也是比较满意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呢 我也是整理出了SX200这几 其中的呃几十支超跌股吧 那我也根据呢 刚刚跟大家讲的几个呃分类的行业 一个是一节呃就是受了冲击影响一节股震的 另外一个呢呃是有可能啊 在前期遭受比较严重的抛售 但是后期呢会经历反弹 另外第三个呢 就是说像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这样子公司 在未来呢还会有一面临一定的呃 还会有另一步增长空间的这三类公司股票 我做了呃呃呃呃呃绿色 黄色和蓝色的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分类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结束之后啊 或者说明天的时候来问我要这个表格 那我呢差不多可能也会在未来的一到两周的时间吧 在这几十只我认为会比较好的一些公司 值得大家关注的公司去做几期YouTube的一个活动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会做几期YouTube的活动这个视频的介绍吧 详细的一个介绍来跟大家分享 也欢迎呢大家在之后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 那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就到此为止 我们之后的话呢会留10到1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活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目前呢澳洲的股票的一个收费情况 应该是属于全澳比较低的了 我们单次交易费用是万分之八 最低的是七澳比 美国呢是美股是两美分 最低的是十美金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目前呢我们给客户提供的 也有像是投资报告是每个月更新的 那每天呢也会更新到每日的台经的一个邮件 点评邮件会发到各位的邮箱里面 那我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讲了 我们今年呢是新升级了 还有每天早上和每天下午的一个新闻播报 就是早盘开盘时间和晚和下午这个关盘时间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更新来给到大家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内容 也是给客户的服务之一 那包括我们的团队啊 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海报呢上面呢 我们后台人员像Venisa和Serena 我们市场部门的话 我们这边暂时没有列出来 但是我们前面的分析师和客户经理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面孔啊 我们这个悉尼部分呢 也是加入了一个新的同事叫Eric 我们团队呢也是在不停的壮大当中 那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今天讲的问题有任何的内容的话 也可以欢迎一下扫码我们的得助手 或者说加我的这个工作号来跟我们进行沟通 那明天呢上班之后啊 在9点到6点的时间呢 也可以欢迎拨打我们墨尔本的这个直线电话 如果大家对于我讲的内容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跟我联系 那今天呢我要讲的内容就到这边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来跟大家去讲一下 OK 我看到我这边立马已经有问题了 就是 请问黄金股比如NST NCM RMS 目前情况需要止盈吗 如果需要分别设多少 谢谢 OK 因为您问的这个问题啊 需要具体大作的话 我确实没有办法给 因为所有就是 都知道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给到具体价格的一个建议的 但是呢我也很开心了 这一位客户关注到了我上两期 介绍的一个黄金股叫RMS 应该这两天涨势也不错吧 对因为今天我觉得应该有涨了4% 昨天好像有就是34%吧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呢也是涨幅还不错 这个很开心是能够关注的到 那黄金 不管是NST也好 NCM也好 还是RMS也好 这一类黄金股的话 相信 最大的一个关键问题呢 还是说要去关注一下黄金未来的一个走势 那黄金呢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目前呢已经冲破了1900的一个关口 占上了1945的一个大关 那所以呢接下来呢 对于这些股票来说啊 未来怎么走 黄金未来的价格走势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况 对黄金的话我今天大概呢 画了几个趋势图吧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对于黄金来说呢 在这两天啊 黄金在突破1900的一个关口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已经突破了前段时间 从2070多一路跌到了 1700多的一个下跌趋势 重新呢开始走上了 比较窄幅的一个上涨通道里面 那我这边呢也给大家去看了一下 画了一下阻力线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呢黄金在1945的价格 应该是面临着比较强的一个阻力 但是呢一旦突破现在的1945之后呢 下一个价格我看到的是 差不多是在19541955左右 那在接下来在第二第三组的一位呢 是在1968左右 所以这个呢是我对于黄金未来的判断 也就是说如果黄金能够持续在这个 比较窄幅的一个上涨通道里面呢 那未来的黄金突破的价格是 第一个是1955 第二个是1968 那这位客户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大家 去讲一个具体的一个止盈 或者止损的一个价格嘛 所以说提供给大家呢一个黄金未来价格的一个 走势的一个参考 可以比如说如果大家持有黄金股的话 那最主要的一个标的五档 我们就是看黄金现货价格的一个走势了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 目标价格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讲讲A50吧 OK A50现在这个涨势啊 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好 现在价格呢是突破到了18000的一个价格 目前来说呢应该也是定这个历史新高 对应该是历史新高 对目前的黄金是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历史新高里面 那我们如果看到黄金的啊 的那个A50说错了 A50的一个走势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从通道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A50是属于比较强劲的一个上涨通道里面 那另外呢 A50如果从阻力位来说啊 A50也是开始也是从 呃这个我看一下 是在12月份的时候开始 11 12月份的时候 逐步逐步开始突破 这个低支撑位 包括阻力位 现在呢应该是已经站上了 呃18000的一个关口 我认为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口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 在黄金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黄金呢应该是已经 呃突破了这个上涨通道 那我个人认为呢 在未来接下来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回落 但是呢并不妨碍它未来继续向上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中国的上阵指数吧 我记得没错 今天收盘的一个表现也还是不错的 那它离15年当时的时候呢 也是呃目前价格是距离当时15年 也就是说15年大家不知道是经历了一轮股灾吗 但15年股灾之前的一个价格 现在上阵指数呢是距离不到2%的一个价格了 也就是说啊可能即将要创5年的新高 所以我个人对于A50未来呢也是非常看好的 因为现在中国应该是独立于全球其他疫情之外 虽然可能但是有几个省市啊 或者说省份来说可能会有一些疫情的一个反复 但是中国还是掌握了 对于疫情来说是掌握了主动权的 而且中国应该目前经济体来说 应该是唯一一个去年 呃是出现了正增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 所以我个人对于A50的这个未来走势还是非常看好的 只是说呢在这18000的关口 我个人会觉得呃会相对于来说会呃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这个四小时的图形吧 它啊它目前是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 包括呃前一根柱子一样都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 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动能相对应不足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个相对于短暂的一个回落 但是不影响并不影响它长期上涨的一个趋势 嗯 OK我看到我们这边有问说 MQG和MFG更推进哪个呢 MQG是什么呢 Corey吗 对MQG和MFMG FMG不是做铁矿石的吗 呃我看一样 啊FMG啊 OKMFG是那个麦哲伦的一个金融的公司 OK是这样 我对FMG啊的研究还真的不是特别多 所以恐怕呢没有办法回答您这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这个公司基本面的一个分析的问题 那MQG的话相对来说 我对MQG一致来说 呃印象还是比较好的 对但是呢FMG如果我们 MFG如果从技术图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就画一个支撑线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MFG应该是已经跌破了之前的这一根支撑线的 也就是说差不多是在53块钱左右 那因为它现在的价格是51块钱嘛 那不管是从支撑线的角度 还是我这边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一个 顾比金线的一来看 应该是属于一个 呃进入到一个下降通道里面了 所以说如果是对于MFG的话 相对来说对于这个价格来进入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再等一等 OK我们这边看到能分析一下A2吗 OK没错 A2的话确实啊 A2在去年的这一年的前半年啊 确实是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啊 但是到下半年尤其是在中澳开始有了贸易纷争之后 开始直线走下坡路 那当时呢我也是在13块左右的时候 价格左右的价格呢 有跟大家去推荐买入这个 A2的这个奶粉 因为我个人觉得公司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嘛 第一现金大牛 第二公司的品牌 branding的效果也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我当时认为呢 这个中澳之间的一个贸易关系啊 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影响还是短暂的 那在推荐之后呢 A2呢也是短暂的到过15块钱价格之后呢 就又回落了 那我自己呢在13块钱左右价格买入 在15块钱价格抛 当时做了一波短线 但是呢它在回落到13块钱的时候 我又没忍住又漏进去了 结果呢在这个A2在上两周 发布公告之后 价格一路是跌的 直接离开 开到了10块钱左右 那那一天呢 我就印象非常失望 我们当时在办公室里面 一看到开盘跌到10块 那我跟Mike包括 我记得Joy吧 也是这个果断买入 很多那天下午有跟我沟通 关于A2的一个信息的客户 应该也有都听我说 我说我在10块钱左右 已经买入了A2 杀进去买进 补了A2 那现在价格呢在11块4 那我在看了这个当时 当然杀进去买A2的时候啊 是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短的 当时10块钱 没多久就到了10块多 甚至到11块钱左右的价格 没几天 所以是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是比较果断的 有客户当时说 我真的是下手太快准狠了 因为一看到这个价格 立马就试价买了 那后来呢 我自己去大概去看了一下 A2根据它最新的一个消息发布 我记得应该是说 它在2021年未来的一个收益的影响 以及折算到2020年整体的一个 业绩展望的一个 就打折吧 Discount 打折折扣来说 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认为A2按照它目前公布出来的 对于业绩就是可能没有办法 像以前预期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下 这样子打折的情况下 我认为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它公允价值 也就是说基本上 Book Value基本上回到13块钱 我个人认为影响 我个人认为压力 也就是说 也不会特别大 因为根据它当时的一个折算 我应该记得它是认为 它会有20%还是25的一个Discount 它的业绩表现 就是说按照当时它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在按照它公司 每年的一个现金流 和一个资产的负债表来看 它基本上的价格是回到13块钱 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在10块钱 当然如果也是比较果断的 投资者10块钱 11块钱来买入的话 我个人觉得到时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能抄底 可能抄在18块钱 17块钱这样子的半山腰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 回到这个价格 我个人觉得会 就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OK那现在是8点53了 因为我们今天说 差不多就讲这个半个小时到45分钟的一个时间 那内容呢 也差不多了 我看到有很多的投资者 有在问关于WTC APX CFL COH ASX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相关的信息呢 我们明天上班之后啊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户经理 或者说呢 也是可以拨打我们这边公司的一个电话 或者小助手啊 来跟我们联系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2021年第一节的网课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花时间来收看 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对 明天晚上啊 我们会有2021年第一次的一个网课 会由Alan和Joy来跟大家见面 也欢迎大家呢 及时去关注 好吧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到此为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晚安